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蜜蜜之音第六季 增加小孩的垃圾哦 今天很欢迎邀请两位很厉害的记者 如果说台记就是这样说 更清楚 很厉害的记者 他们是属于独立媒体 上下游新闻市集 包括有记者 加小孩跟记者林佩君 佳山佩君 哈喽你们好 大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没错哦 这是佳山 还有佩君看看 我没法度 你说没法度 这三个真好听 这样就好 没关系 佩君是跟佳山 都是在上下游新闻的 独立媒体工作 那我们针对他们去年报道的 了这个真专门的报道了 我才感觉说 天啊 我真正熟悉 冰冷是因为这次 我才真正熟悉 简单来说 他们有经历了 地地几句 叫做冰冷小档案 来说给大家听 冰冷是我们台湾第二大作物 第一大作物是水道 在我我们都知道 第二大金是冰冷 不是金焦哦 还有全台湾 整冰冷的这个面積有多大 将近四万三千公顷 四万三千公顷 最多是一个半的台北市那么大 还有主要冰冷整理 在哪里整理 南岛加仪加冰冻 再来说到 在台湾现在一年的山梁有多少 超过十万公顿 哦 怕死 还有这年的产值 就价值多少 这超过一百十四亿新台票 一百一十四亿新台币 这个年产值 我也是目瞪口呆 一个感受 还有就是生活 以冰冷为生的 这些三夹的 这些人中庄包括多少人 有六七十万人 这么多人 最后 全台湾现在台湾有多少人 吃冰冷 有差不多一百万人 请问目前 这个资料介绍起来 我们的家山 这样说起来对吗 那还有什么改变 没有改变 大概有就是这样 是 全国大概有百万的脚冰者 吃冰冷的人 这能够通计出来 只有这个措施 我就觉得很困难 这我们应该是阳光基金会 提供的一个数据 阳光基金会 他们就是一直都在照顾 这个颜面商产的人 很多这边两个人 就是口腔爱 开桌了 颜面商产 所以阳光基金会 一直都很关心 这边两个台湾 每年都会去做通计 所以用这样推敲出来 就对了 如果说到 是怎样上下游 会在旧年 推出这个 这么大的一篇报道的专案 这可能也请大家 跟我们说 那个源起于何处 我先简单说一下 其实我们当年 都很关心蜜蜂的问题 每年的夏天的时候 都有蜜蜂中毒死掉 奇怪 是怎么每年都有这个问题 养蜂的蜂农 农民会打电话来给我们 那前年第一时间 我们接到蜂农的电话的时候 我们就是请佩君过去看 这样子 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原来是农药中毒 农药中毒 佩君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你那时候 打起的时候看到的景象 我觉得很多人都不能想象说 整片上百万只蜜蜂 猝死的那种状况是怎么样 我记得我前一天 晚上深夜的时候 接到大哥的电话 然后请我隔天 一定要去他的养蜂场看一看 那我隔天去看的时候呢 我就踩在那个蜜蜂园 就脚下就稀稀疏疏的声音 就低头一看才发现 全部都是已经发黑发臭的蜜蜂 在抽出 那很多都死掉了 那大哥跟我讲说 他没有时间清理 因为他要把握时间 去抢救剩下来的蜜蜂 那怎么会这么大量的蜜蜂 都死掉呢 所以我们就当然是 抽验了一些蜂尸 那也比对了官方的数据 才发现说蜜蜂里面 居然藏有禁药分谱 这样子 而且更让我们觉得 可怕的事情是 一只蜜蜂是有14种农药 在身上哦 所以当时我们真的觉得 很难过说 怎么会一个 帮我们做采集花粉啊 然后再播种的一个蜜蜂使者 好像却变成是一个农药探测机 怎么会死于14种的农药中毒呢 那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一定要把他的死因给调查清楚 换他一个公道 这样子 是连蜂农都很难相信 还是他们心里有什么谱吗 当下 通常他们都是已经养了十多年的那个经验的蜜蜂 那他们都说他们从来没有遇过 而且蜜蜂其实他自己是有一点判别器的 如果他觉得说哪里比较危险 他其实会避开 可是我们从蜜蜂的身上的采集到的农药 除了有一点点就会置他们与死命的分布泥之外 又会让他们觉得晕头转向迷路的易达安 就是非常非常多农药都是他们第一次遇到 所以那个农药残留的那么样严重的情况 是一个源头让你们开始去追 结果追出来的状况就又更失控了是吗 对 结果后来就发现说 这个蜜蜂为什么会死 死于农药中毒 原来是冰药园的嫌疑是最大的 因为那个蜜蜂采回来花粉里面 也有冰药的花粉 然后呢 这个附近就有冰药园在喷农药 每次喷完蜜蜂就大量死亡 官方的推测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 原来冰药都要喷很多农药 奇怪的怎么会噴到十四种 怎么会噴到这么多农药 蜜蜂的农药管制到底是有在灌还是没在灌 结果查下去 怕一下 你听说蜜蜂哪里需要噴药油 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我没有听错 可能现在在水柏里補蜜蜂 有没有听错蜜蜂哪里需要噴药油 对 其实以前是不必 就是说蜜蜂应该是很好构的东西 以前是不必 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气候改变了 越来越爛了 所以病虫害也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正病人都要噴油 如果噴油說噴一點 還是噴比較沒毒的 應該也還好 問題就是 我們的病人噴油這件事完全都沒有關係 你去查農委會 他對每一個作物 他都有規定 你煮香蕉 你只可以噴這麼幾種 你煮香蕉 你只可以噴另外農油 都有規範 但是檳榔完全沒有 為什麼 這就是奇妙的地方 你說檳榔現在是台灣第二大作物 結果原來這四萬公頃的農藥是可以隨便噴 對不對 農委會覺得說 檳榔是應該要被淘汰的作物 因為檳榔會致癌 所以我們政府一向就是對他 就是一個三不管政策 就是不輔導 不鼓勵 不禁止 三不政策 但是被我們講成三不管政策 因為你不輔導又不禁止 你就是沒要查蜜 對啊 就是大家自生自滅 那你隨便你種啊 農藥隨便你噴 都不會有人來查 所以這樣子會導致很大的問題 我們今天做這個報導 不是說檳榔都不能噴藥 而是說你這個噴藥應該要有管制 現在你都沒管 你現在在傳藥 剛才蜜蜂不會去 蜜蜂都死掉了 你是要那些蜂農怎麼辦 還有這些蜜蜂都不見了 那需要蜜蜂受粉的作物怎麼辦 所以檳榔這個東西 並不是說他萬惡不適合 而是說他在沒有管制的情況下 他就會影響到其他的作物 其他的農民 其實種檳榔那也是算農民對吧 所以在你的立場來說 我覺得很不簡單的就是 先關心了蜂農的狀況之後 然後掀開了整個檳榔產業 不管是種檳榔的 還是狗檳榔的 不會檳榔的 你都開始地毯式去對中去調查 鑽台灣設計照 你們有沒有覺得難度很大 當時是要怎麼樣 開始一步一步這樣子展開 其實我覺得我們也沒有 一開始就畫一個譜 想說我們也要把上中下游 全部都仿一遍 是我們從蜜蜂這邊開始呢 我們就開始想說 那我們先去拜訪一下 南部的南投的檳榔農 就拜訪之後他們才說 原來我們有產期之分 那更早之前其實是屏東先出 然後再換嘉義才換南投 所以我們一定要這三個地方 都要跑一遍 那跑了產地之後才發現說 因為他們有盤商制 盤商制之後呢 還有下盤 還有檳榔炭 那我們其實也是一步一步的覺得說 我們好像以前都覺得 很了解這個作物 到處都是檳榔炭嘛 很多人在吃 可是我們對它其實不夠了解 也光是用什麼農藥 我們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它的產銷 像其實檳榔 它是一個不經過拍賣市場 然後你對於它的買賣制度 應該也覺得很陌生 不知道它是在哪裡買賣的 就在檳榔西市那裡 就在那裡 對 所以我們 不知道後頭是怎麼樣 對呀 所以我們也是一步一步 在為了要想要看清楚 更了解檳榔的面貌 才繼續的挖下去 所以那個面貌啊 我覺得應該大家今天聽到 上下有兩位記者 來跟我們分享 這篇報導的蓋瓜之後 應該是自己有時間 真的徹底的可以好好讀一遍 那算是一個認識台灣的 一個很重要的某一個工具 那透過認識檳榔 認識這整個報導 所以時間是很有限 我們自己可以去讀報導之餘 可能比較大方向的 像佩君在跑第一現場 你說的那個去爬梳出來的 它那個產業鏈是怎麼樣 跟我們介紹一下 產業鏈的部分就是說 一開始在夏天的時候 是屏東的檳榔會先出來 那出來之後呢 大家都會說 那那個嘉義跟南投 大概還要再等兩個月過後 可是也有一些 就是比較忠實的顧客 他是比較更喜歡吃南部的檳榔 那是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南部的檳榔 被大家認為是比較幼 就是吃起來比較嫩 因為它在高散嘛 海拔比較高 所以說它的果實是比較不一樣的 其實我們在寫這個報導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想說 到底我們之前認識的檳榔 跟我們想像中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 可能有帶有一點點 我們自己的想像 覺得檳榔就是一個水果嘛 你就是可能會經過產銷 才發現說 其實檳榔農在政府長期 不管的狀況之下 其實他們已經培養出一套 井然有趣的拍賣制度了 為什麼檳榔都不會崩盤 或者是說檳榔好像都沒有什麼 什麼量太多 對 不會鄉鄉的 很小的都不會這樣 對 因為他們每周 他們都會開會 就比方說他們要衡量說 今年的品質怎麼樣啊 量會不會太多啊 去決定說 那我們這個價格 一包裡面是幾顆這樣子 像比方說 夏天的時候 是檳榔比較貴的時候 一包裡面可能就才13、14顆 可是如果今天就是 大出的時候 一包就可能18、19顆 所以他們自己在做一個 非常平衡 然後他們自己也發展出一套 產業模式這樣 這個叫做他們自己的這個 他們自己應該也只是某一個很關鍵的單位還什麼吧 其實他們就是在南投 然後屏東跟嘉義 他們都有自己的大盤 那大盤他們就會開會 然後去決定市場的價格走向這樣子 他們想要在政府沒有輔導的情況之下 又想要維持產銷平衡 對 他們會控制 那在你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 要怎麼樣跟他們互動 因為你是帶著 我是來辦案的感覺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 我在介入一開始的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有個很有趣的現象 那時候的南投風農大哥 其實都不太建議我直接去找檳榔那邊 因為他會說我們兩邊是敵對的 你不要這樣冒然的過去 這樣可能他們以後會對我們不利 或是找我們麻煩 可是當我去檳榔那邊的時候 他們反而很害怕另外一邊的人 他們會說 我們有做了什麼事情嗎 還是說我們今天 有沒有哪裡得罪他們 他們其實自己也很害怕 他們自己的面貌會被大家污名 或者是被大家誤會 所以其實他們對待我的方式 真的是全程就是客客氣氣的 然後就是打出各種上好的檳榔 請我吃 等一下 所以佩君你吃過檳榔 有有大概已經吃了上百顆跑不掉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在我身上白白嫩嫩的佩君 竟然吃過上百顆檳榔 你有必要這麼樣的入鄉水俗嗎 是什麼感覺 其實我以前對檳榔的印象 應該就是很嗆辣 然後就是說可能會掉土汁 我後來才發現說原來每個季節 每個產地的檳榔都不一樣 像比方說一顆 如果一包裡面七八顆而已 最貴的那種檳榔 吃起來根本就跟那種很甜很甜的果實一樣 非常的多汁 也沒什麼纖維這樣子 非常的厲害 我覺得我們這集節目可能會被盯上 就是你們是不是在推銷檳榔 你們是有助長檳榔銷售的嫌疑 我覺得這是沒有真正去嘗試的話 自己永遠不知道的一些 永遠會像是兩個世界的人 所以佩君你自己明明是從豐農那邊知道 現在竟然有那麼多的農藥殘留 而你又吃了上百顆 你那是什麼樣的心情 你自己心裡會不會也有猶豫 會好奇 會質疑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需要那麼多農藥 其實我在南投跟他們在聊的時候 他們也說 他們其實並不是故意要噴那麼多農藥 是他們真的看到了這個 有蟲害啊 病害啊 他們不得已 那他們去農藥行問說 我們可以噴什麼 那也是農藥行他們建議的 而且很多讀者可能會無法想像 檳榔樹這麼高 要怎麼噴藥 哦對 檳榔的樹高十幾尺嘛 所以他們其實農民都是在天剛亮的時候 拿一根高壓水柱 從下往上噴 那噴這個其實很辛苦 他們都說 其實他們要不是知道這個 檳榔會有病虫害 他們根本就不想噴那麼多藥 因為噴藥 他們那個噴藥方式撒下來 也會撒到自己身上啊 而且他們本身自己就在吃檳榔 幾乎沒有那種種檳榔 不吃檳榔的 所以他們其實是 這是他們的為生的作物嘛 他們不得已這樣子 那他們也沒有人可以輔導 他們怎麼去用藥 他們只好就是自由發揮這樣子 那在你跟他們交流之後 帶給他們的一些新的訊息 有沒有也對他們有一些展覽 包括你們去探尋了政府的這邊的態度 好像檳榔產業裡面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有種被政府遺棄的感覺嗎 有這樣嗎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長期習慣了政府的態度 或者是說接受這樣子 可是我問到說 你們會不會希望就是檳榔的用藥納館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態度是很正面的 他們是說如果政府願意把我們視為作物 好好地輔導管理 我們也會希望啊 甚至有一個人還問我說 那如果我不噴農藥 我可以被認證是有機檳榔嗎 哇 這是在開玩笑是認真 我覺得他透露一點對這個產業的期待 是 那聽起來現在是覺得是開心的意思是 其實透過互相了解之後 會知道黑暗面的東西 有時候是因為不認識 或者是就是你抗拒它 你把它當成說 像政府剛剛佳山講的 政府覺得我就是不應該鼓勵檳榔 所以我就不應該去納館 這是好矛盾好矛盾 這件事情在後來又慢慢有哪些演變嗎 其實它不是只有農業的問題而已 它還有一種添加物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檳榔裡面有紅灰白灰有沒有 我們還查這個檳榔 有那個專門賣添加物的網站 上面很 滴滴滴滴的東西很多耶 有什麼東西 大明你有沒有聽過叫做什麼 人參粉 人參粉 什麼粉啊 什麼粉你知道啊 人參粉說是這個吃得讓檳榔會比較補身體啦 比較不會傷胃 我不相信啊 怎麼會吃檳榔 可以加到檳榔裡面這樣 還有什麼康貝特 康貝特粉喔 提神用喔 我看到你們有報導是梅子粉 這個我還可以理解 我們吃炸地瓜會覺得加個梅子 現在原來連吃檳榔都可以加梅子粉 可是你剛剛講的都很化學的東西耶 對就是很化學 就是有各式各樣的東西這樣 我有去買了一堆 但是這些呢 政府完全都沒有在管 重點就是 我們也是大開眼界 因為我就偽裝說 我是要開檳榔攤這樣子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給那個廠商 問說 我現在要開在我們台中什麼路 是要加什麼 這個生理也比較好 他就跟我介紹了很多這樣子 像那個漂白水 這一種是基本的啦 漂白粉啦 冰冷要漂白喔 對啊 為什麼 不然你切開的芋芋啊 哦 切開你放一陣子它就芋芋啊 還有軟絲的啦 就是柔絲的 像說Cetamol潤髮的意思是嗎 對是 要不然冰冷纖維太粗 你吃下去會不舒服嘛 所以要這個泡一下 比較柔絲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好多回家 還有那個紅灰白灰 有各式各樣的口味 這些口味裡面都加了很多香精 還有那個色素啊什麼的都有 有一罐全部都綠色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想到我爸爸 我爸爸也是吃冰冷吃很多年 然後呢 他雖然沒有得口腔癌 不過他後來得大腸癌 這不知道有關那 沒有關那 但是我們大家都說 檳榔會致癌 有嗎 但是這些吃的人是不是很好吃 對吧 但是這個致癌 是因為檳榔本身 還是因為它上面有這麼多的 都要跟不知名的添加物 添加物我們沒有拿去鹽 就是驗到這個重金屬 好幾個樣本都有重金屬這樣子 那這些東西通通都沒有在管啊 你是不是加重了這個致癌的風險性 而且也沒有人去做研究 到底是這個有沒有什麼交互作用 還是說這個會不會是 其實是因為吃了這些重金屬跟農藥 才是致癌的主要因素呢 這些完全沒有人去釐清 當然有一些學者 他們有說就是說 檳榔本身它含的檳榔鹼 就會致癌嘛 但是我們要講的其實是說 不管你會不會致癌 你這些就是有一百萬人 每天都在吃嘛 那這個東西你政府怎麼可以不管它 那不然香腸會致癌啊 為什麼香腸就有人管 對不對 然後食藥署他有一個說法說 沒有吞下去這不算食物 這樣我們就說 那口香腸還沒有吞下去 那為什麼他也算食物 所以你說致癌你不管 說他沒有吞下去你不管 這些都不成立嘛 然後他最後就說 我怕我管了以後 會更多人來吃檳榔 他以為他管是在鼓勵 那可以做囉 可以種可以吃喔 就政府有一種真的是很糾結的心情 他不知道他到底該不該管 可是站在我自己這麼多年 關心各個農作物來講 然後或者是站在食安的立場來講 不管農民生產者還是消費者 大家現在都已經建立起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是 產銷履歷啊 還有就是你整個生產過程的透明 然後必須要符合食安的各種規定 買一個零嘴後面標示都要規定的那麼清清楚楚 我們真的很難相信說 全台灣第二大作物 有那麼大產量的檳榔 它是完全的這麼嚴重的添加物啦 農藥殘留 是完全完全沒有任何約束的 甚至於好像連農藥行 農藥行 其實如果說起來 他叫你說不可以買農藥 種檳榔的 怎麼都可以 我不知道我有去買啊 我就說 早期農藥行 我要拉了一個蜂農跟我一起去 因為他看起來比較像農民 你就說 我們想要買 要轉賓兩的 油啊 說你喝什麼問題 我們來 我們就有什麼湯啊 糕了很多 農藥行就一下子拿出一整排 好幾罐 我就把它買回來了這樣子 就是連我都可以輕易的買到 也沒有人來跟我登記姓名啊 還是什麼的 雖然其實我們現在農委會是有規定 農藥行賣的時候 要登記一下 但是都完全沒有就對了 其實這個 我們也是透過 檳榔這個題目 去曝露出說 我們國家農藥管理有很大的問題 歡迎收聽 米米之音 增加小孩的垃圾哦 你們幾乎都是產業界的了解 然後就回歸到在官方這裡都去求證 所以整篇報道真的沒有在談戶誰或幫誰說話 就是這麼赤裸裸的 大家都直接曝露了最原始的問題的狀態 就是這件事情實在是沒有人管 就是全台灣連吃冰藥的人自己也沒有在管自己就對了 因為不知道說問題這麼大 我想到你剛才說的添加物哦 然後我看著你們的報導你們竟然還提到 專門去拜訪有古法手工的檳榔業者 我想說不要開玩笑 不要開玩笑 什麼古法 古法手工現在都在說很多很棒的古早味 秋露菜 還是說這個農產加工品 怎麼連檳榔都有講究古法 我們這部為什麼要請 已經跟檳榔大盤商混得很熟的 來跟我們聊一下 這個古法釀造那件的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覺得這個要從檳榔它是一個水果這個產品去講起 就是一個水果它在那個產地種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病蟲害嘛對不對 那在市場運送的時候它可能會有碰撞啊 然後歐茄啊 或者是它到市面上有保存的問題 所以其實剛剛講的說 檳榔能夠噴藥 那個就是因為有蟲害問題 那它為什麼要加漂白粉 爽Q粉 為什麼要加Q寶 那個就是為了怕說 如果今年檳榔品質比較不好 那我們可以用比較後天的添加物去保持它的賣相 那剛剛也講到說其實檳榔在二三十年前 它的品質是很好的 它是不用去添加農藥跟添加物 為什麼 因為檳榔它一棵的樹林 就是那個檳榔樹會結出比較好的果實 大概就是二十到三十年 所以當已經過了這個年紀的檳榔呢 它的檳榔會越來越粗 越來越的不好入口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化學添加物 需要大取入侵這樣 但那些檳榔樹不會被淘汰掉嗎 樹林已經年會比較大的檳榔 不會紅綽掉就對了 應該是說 當初顧著這個檳榔園的老農呢 它現在也越來越老了 所以我們常常問到很多檳榔農 他們都說 隨著這一波檳榔如果真的不行了 那可能我也不行了 所以其實他們面對這個產業 他們自己也知道說 自己體力在衰弱 檳榔可能有一天也會衰弱 他們其實看不到未來這樣子 那可是我們在這個化工檳榔的 這個原地裡面呢 我們就想說 它會不會有這個 不同於這個做法的 然後我們就找到一個叫 阿丘檳榔 阿丘 這個牌子大家應該都很眼熟味 我們就在想說 不會是那個阿丘檳榔吧 是小時候那個阿丘檳榔嗎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打電話過去 所以我就裝作 我是賣檳榔灰的 你們這些都偽裝的 你當時又被人家揭穿了 被看破地 可是這個很特別喔 這個阿丘老闆娘 這個麗玲老闆娘呢 她為人很爽快 其實我在電話中 用我這個很破的台語 跟她說 我想要買檳榔灰 一斤多少錢 結果呢 她就在電話中 跟我好好地推銷 她的檳榔灰是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講完之後還跟我說 我知道你不是來買檳榔灰的啦 你是不是什麼調查局這樣子 沒關係 你跟我講實話這樣 我才知道說 她躍人無數啊 這個 我這個破台語 根本就逃不出她的收藏性這樣子 對 結果 她也就欣然接受你的角色 然後繼續跟你聊就對了 我就跟老闆娘說 其實我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市面上有這麼多 化學檳榔灰 可是你們卻標榜是古法 是怎麼做的 她就跟我說 那你下禮拜有沒有空 你來我家一趟 我帶你來做做看 所以我跟家三呢 我們就在老闆娘這邊 兩天一夜喔 好好看她們怎麼做紅白灰 那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吃那個白灰檳榔的時候 會抹一個白色的一個膏這樣子 那這個膏如果是市面上的 化學的這種東西 它只要加一個 類似這種凝固劑 它大概半天就凝固了 可是阿秋老闆娘 她們的檳榔灰 她們是要經過大概半年 半年才慢慢提煉出 比較天然的 然後她們是靠一次一次攪拌 一次一次凝固 凝固之後再重新加熱 再重新攪拌 然後這樣子去製成 比較是沒有後來添加物的這種白灰 哇 這樣搞缸 它到現在還這麼做啊 它到現在還這麼做 那儘管她說 她的商標已經過期了 而且她現在其實只剩下一些老客戶啊 大概可能不到十位在跟她買 不過她自己是覺得說 她既然還會做這個 還是有一些人想吃這種 比較古早味的檳榔 她就繼續做 可是她也自己說囉 我們的裡面沒有什麼 你們想像中的那種甜甜的 香香的那種口感 沒有 我們就是一種中藥味 就很花俏的一些現代的檳榔口感 都是比較化工的這種調味的東西了 然後所以 如果現在疼到這裡想 就要去吃古早味的 可能就要去找阿秋檳榔 這個老闆娘這麼有 對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時候你們在買檳榔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哪幾家的檳榔攤 吃的比較不會破嘴 就是刮嘴有沒有 那其實那個跟塗抹的手法有關係 如果今天 賣檳榔的 如果塗得太厚 太薄 都可能導致 她的那個 有一種碳酸鈣的成分 會刮嘴這樣子 那阿秋老闆娘就跟我提到說 她的為什麼不會刮嘴 因為她是在 讓這個碳酸鈣在沉澱的時候呢 大概每一周 然後把上面的這些 比較尖銳的東西給撈起來 然後再讓它沉澱一周 一周之後那些 基本東西浮起來之後呢 再把它刮掉 所以其實 古法的檳榔 為什麼比較不會刮嘴 那現在的 為什麼要靠這種 塗抹的技巧 其實都是很有學問的 聽到這裡 大家叫是 今天 在電台在補上 吃檳榔的一些美食 是不是請了兩位 檳榔生日在節目 沒有 不要誤會 剛才說到那樣的最小 這是 來自獨立媒體 上下游 新聞事集的兩位記者 一位叫 剉家山 一位叫 林培君 加上跟 佩君其實是 是去本來要 採訪蜂農 遇到蜜蜂 大量死亡的問題 結果不小心 挖開了整個 台灣檳榔產業界 更大的 重大的 算是 問題 更大的 內幕這樣 那 只是我們 聊著聊著 我們 好像 透過 這些 記者 就是你們 實際到了 現場 然後 你們看到的 眼見為憑 這件事情 真正的理解 聽起來 就不會再是 我們只要 一想到 檳榔 聽到有人 吃檳榔 就是很負面的形象 你就是 一昧的貼標籤 而我們 整個社會的意識 就是這樣子 貼標籤 去歧視 去醜化 之後 就是政府 現在的狀態了 他不敢管了 他覺得 他不能鼓勵 他一旦管 好像變成鼓勵 不管如何 這樣子的 整個 內幕的報導 整個這麼深度的 讓整體大眾 了解了 關於這個 檳榔產業 那它的影響 這些事情 在透過報導之後 現在回到 我想請問家山 就 當你們這個 這麼龐大的資訊量 也讓大家 就是目瞪口呆的 這麼樣多 沒有辦法面對的 民眾跟政府 都一樣 沒有辦法面對的狀況 披露在大家面前之後 報導之後 發生了 有哪些效應 不管是 產業界 官方 或者是學術界 或甚至於民眾的回應 我都看到你們 會常常面對很多留言 就有時候 很情緒化的 也是有 後來大概發生了 的狀況 有哪些 我覺得報導出來以後 其實整個回想 算是蠻正面的 雖然說 好像一般民眾 對於檳榔的觀感 都不是太好 可是 大部分讀者 好像也跟我們一樣 就是突破了自己 原本的 那個 想像 這樣 然後發現說 原來檳榔真的 跟我們每一個人 都息息相關 就算你不吃 但是它如果農藥亂噴 也有可能影響到 整個環境 就會影響到你 或者是你的周邊的人 可能有親人朋友在吃啊 那他們的健康 其實也暴露在 一個風險當中 那報導出來 農委會的動作比較快 就是說 他們有立刻說 對 這個報導指出一個問題 那我們真的 以前都沒有 好好的管農藥 我們現在 開始要來 想辦法來管 但是要一點時間 因為我要先試驗 看什麼藥 比較適合檳榔的 那些蟲害 然後又不能傷到蜜蜂 要做一些試驗這樣 所以我們就 等啊等啊等了很久這樣 終於今年有 推出了四個藥 說 好以後檳榔 只能用這四個藥 那你如果再用別的藥 就是違法囉 但是目前 其實農民端 還在福島當中 你也知道說 大家幾個十年 這樣靜下來 其實你要叫他 一種改變 蠻困難的 農藥行 也不知道 有沒有收到通知啊 因為大部分農民 都是聽農藥行 農藥行 他要先知道說 政府現在要開始管了 所以這個落實的部分 宣誓有了啦 落實的部分 還不太確定 那再來一個 就是我們覺得 應該要去管這個正在噴農藥的這些人 其實這很多也不是檳榔農民 他可能是帶噴的業者 專門在幫人家噴的 還有我們的檳榔園 很多都是叫人家牢去 就是說你租給別人去種了 招的人他會自己來噴嘛 還是他找帶噴的人來 所以其實地主 他可能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這些帶噴的人呢 他是不是充分了解 政府現在已經有規定了 那如果他沒有再按照規定 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抓他 對不對 要不然 蜜蜂還是繼續死啊 你農委會宣布了說 以後只能噴四支藥 那完全沒落實的話 像今年 他宣布完了 今年我們還是接到蜂農的通報啊 還是一樣嘛 還是有發生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是需要一些時間啦 那我們比較不能接受是 衛福部的這個部分啦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報導出來 後來監察院有很重視 有好幾個監察委員 他們也開始做調查 然後對這個農委會啊 衛福部啊 都提供了就是一些意見 就是說 你們應該都要開始來管制這個檳榔 而且最好 行政院應該要立一個檳榔的專法 就是說 像煙有煙的 煙害防治法嘛 對不對 煙也會致癌啊 為什麼煙就有管 對不對 那這些酒也有嘛 所以煙酒 再來檳榔 為什麼檳榔都沒有人要管 對不對 全台第二大作物耶 沒有管 對啊 那食藥署那邊 他們還是很跳針 就是說 啊 我如果管了 大家就會以為可以吃啦 這句話我們不知道聽幾遍了 對啊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管了 大家就會立刻覺得說 啊 政府有管 所以啊 應該很安全 我們快來吃檳榔吧 這個我可不可以離題一下 是不是跟現在 對於那個 性教育是一樣的 就性別平權在 學界裡面 在進入校園 要教導小孩子 從小就知道性別平權 然後就會有 家長擔心說 你不能說 有同性戀這種東西 這樣一搖就變同性戀 邏輯是一樣 對不對 不是這樣啦 不是說你去了解 你就會變黑啦 你知道了 你就知道說 哦 原來的事情是這樣 我覺得這裡可以套一句 那個台大醫生 就是那個 韓良俊 醫生他說的話 他一次說 對 檳榔可能真的沒有 食品的名義 沒有食品之名 可是他有食品之實啊 就是實際的實 就是說 他儘管沒有這個的定義 明確的身份 切身不明嘛 可是他的確有吞下口中啊 那如果說 你真的認為 檳榔是致來物 他真的這麼的 罪大二極的話 是不是應該 好好把它納管 那如果我們沒有把這個 這個失控的這個給 現象給控制住的話 他只會演發 更大的問題而已 嗯 的確 其實我說真的啦 你如果有在管 你說添加物 這個什麼 重金屬啊 規範 殘留量是多少多少 然後你有在驗的話 那是不是可能就會一天到晚有驗到超標對不對 就像我們現在驗到的什麼蔬菜啊 超標 那記者不是就會來報嗎 那如果你一直驗到超標記者拼命報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檳榔防治是好的 嗯 就是大家吃檳榔的人 他其實他才會真的開始小心 因為你跟他說致癌 他已經聽到耳朵都長繭了 你如果跟他說欸農藥很恐怖喔 14種喔 那種金屬喔 4種最毒的都有喔 你跟他講這個 他說不定還比較有感覺咧 對不對 那也許他真的去尋求有機檳榔好了 還是什麼的 也是減輕對身體的負擔嘛 那如果說 政府有在管 然後大家有在重視這件事情 其實我認為啊 就是對於整個 嚼檳榔的這個現狀 反而是可以讓他往好的方向去發展 那一般民眾的看待這件事情啊 你們能感受得到 他也有帶動起什麼樣有意外的發現嗎 民眾的觀感 我覺得看了報導 真的認真的好好把它看完 然後會還提出自己的可能 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更強烈的覺得 那個對本來這個事情就怎麼樣 就是他很可能是會有 蠻極端的一些反應會不會 我覺得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 應該是有兩個在我們的官方留言 有一個是跟我講說 他自己不吃檳榔 家人也不吃 所以他以前都不想要把檳榔液體 想成是自己可能會碰到的 可是當他發現說 原來說蜜蜂 這個檳榔噴藥影響到蜜蜂 影響到生態 甚至是我們台灣可能很多的檳榔 最後有口腔癌的嘛 那個都是一種健保的支出 然後全部 我們台灣人民資源的一種 的一種花費的話 他就覺得這件事情跟他有關 那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他說他爸爸吃檳榔 可是他以前從來都不知道說 原來一顆小小檳榔上面 雖然有農藥 然後有紅白灰 可能還有添加物 所以他有留言說 那如果我不要去檳榔攤買 我是去產地買 那我把它洗乾淨了 我爸爸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知道他不能幫他爸爸 戒掉檳榔 可是他想要降低風險 所以我覺得這個突顯了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可能他自己也很希望說 如果有一天政府納管了 會不會對於某部分 還不能短期戒掉的人 可以降低一點點他的風險 我覺得看了這個留言 是覺得很心疼啊 他是真的切身的需要 而引發了他覺得應該做點什麼 他的這個建議 我純粹個人 我也覺得我很需要跟他笑法耶 回去我就會跟我爸說 然後很想去跟他過去看看那個檳榔攤 他們的做法 然後可能真的需要讓爸爸知道說 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有這些這些 但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挑戰是 我們今天關心這個議題 然後謝謝上下有做了這麼隆重的 這麼嚴謹的報導 我們不是要去反什麼 反對什麼 是透過你們的報導 我們才認識了什麼 可是不是說認識了以後 就又只是一昧的覺得 對呀 檳榔就是萬惡不赦這樣子 又是那樣的心情而已 我覺得那種把東西推開 你就是不想面對 那只能可能會帶來更多嚴重的後果 所以兩位好好認識的檳榔產業 跟有人吃了上百顆檳榔 回到個人的角色上啊 像嘉山自己的爸爸在吃檳榔 然後那個佩君是吃了上百顆檳榔 你們現在看待這件事情 個人的心情是什麼 尤其你們又經歷了這一整個 完整的報導之後 嘉山 我的心情啊 我其實是有一個醒悟 就是說 我們從小可能被教育 就是說檳榔很不好嘛 然後什麼毀滅 毀滅山林啊 然後這個殘害大家的健康啊 你把它講成一個 這個最大二極的東西這樣子 可是你不親自去看 你根本就不知道真相是什麼 像我講一個 我們去訪問了一個問獎大哥嘛 他開貨車都是夜車 他就說 我就沒辦法不吃檳榔啊 你以為我不想借嗎 我喝咖啡就沒有用啊 對啊 那我也要有職業道德啊 我不能去撞到別人啊 把老闆的車子撞爛啊 他有他的不得已 所以大家說就戒掉就好了 愛吃檳榔就是咎由自取啦 反正本來就是致癌了 你再加點農藥什麼的 那有什麼關係 還是會有人這樣子說 但是我想其實更重要的是說 大家要體諒到這一些 可能是藍領階級 因為大部分就是工人 還有司機 還有漁民 出海的漁民 這三個族群是交兵最大的族群 他們就是真的有這個需要 那政府有沒有好好的去 幫他們找替代的東西 而且要他們可以接受的 你不能隨便只說 那一次口香糖就好了 沒有提神的不行嗎 對不對 所以替代的東西要出來 然後你要對這些族群的 這個整個工作的模式 也要有所關注 他可能就是太勞累 工時太長 這些問題其實都應該要一併解決 不是說只有檳榔單方面 你把它戒掉就沒事了這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好玩的地方 應該是這個啦 就是從一顆小小的檳榔 一隻小小的蜜蜂 他竟然可以延伸到整個這麼大社會 生態環境的問題 這是我們很大的收穫 謝謝佳山 那那個佩君有沒有上癮了 檳榔 我覺得 我覺得檳榔是會上癮的 尤其是這個題材 我覺得真的是很觸動我這一兩年的心情 那而且我想特別講的是說 我覺得跟檳榔沾染上邊的東西 通通都不討喜 比方說包了老葉 老葉也不被這個政府關注 那攪冰的人口也被社會唾棄 覺得他們是他們舊有自取 那就連檳榔攤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我想要再講兩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第一個是 我之前要深入這個檳榔產業的時候呢 這個上山去看他們怎麼樣運作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跟我講說 會不會裡面有很多大哥啊 你這樣子很危險啊 可是當我自己真的在那邊住了幾天 然後在裡面 我發現其實整個檳榔源到採收期 尤其是他們最後要在產銷的時候 其實他是很多很多的 那個村落的老人 或者是小朋友 一起在撿檳榔 然後在這個分工啊 然後去做這個檳榔樹的搬運啊 然後就是他們那個大哥就跟我講說 其實他是靠著檳榔養大的孩子 所以他在那個村落裡面 他其實也是提供了這樣的一個 小小的打零工機會 給當地的老人跟小孩 而且我們跟他們到中午之後 他還會發便當給大家 他就跟我說這些老人 平常在家裡面很無聊 可是來這邊可以幫忙撿檢榔 然後賺一點零用錢 像他們子女也不會擔心 所以我覺得那種之前還沒有進去 以及看到這個狀況的反差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對 然後還有我有印象很深刻就是 我那時候要去拍檳榔攤 然後每次一朝一靠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他的那個檳榔西式的眼神 或者是檳榔阿桑的眼神 在催我 就是這樣子瞪我一下 所以我就覺得好害怕 我就覺得說他們真的好難接近 可是我後來為了要跟他們進一步認識呢 我就決定還是很誠意的 破露自己的身份 就跟他們過去打招呼 然後還說不好意思剛讓你這麼的 一直需要盯著我這樣 結果他們就說我們沒有盯著你啊 我們是怕有客人上門 我們沒有招呼到 所以他們才很 就是處處的警戒想說看有沒有人過來 他們要趕快抬頭招呼 所以我覺得原來是我誤解他們了 所以其實太多東西包含 我們在採訪過程 我們都是一步一步的了解他們 所以其實我們在寫報導的時候也能 想像得到如果沒有接觸過檳榔產業 一定對他有很多很多不解啊 誤解啊 甚至覺得好有距離感哦 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個報導真的是 跟大家分享一個在台灣 這麼大作物 然後養活這麼多人口 甚至跟我們的環境 牽涉到這麼大關係的一個作物這樣子 謝謝佩君跟佳山 今天大概跟我們聊一下蓋瓜 那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 原來內幕那麼多 聽是聽不過癮 大家只要網路上搜尋關鍵字 上下游邊廊 就會看到這一篇 報道了 謝謝兩位來 謝謝 下次繼續挖 我們要繼續在節目上見哦 謝謝大家的收聽 為什麼有點為難 挖得很辛苦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會再來 我會再來 會再來一個來 謝謝佩君 謝謝佳山 謝謝你收聽今天的咪咪之音 增加小孩的垃圾哦 如果想要聽聽 在這裡是分享這集的節目 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咪咪之音 這時就找到了 感謝你的收聽 下禮拜再會 拜拜 拜拜